这两天阳光很好,温度也降到了日最舒服的程度 今天不逛街了,打算骑个车,去驾周围随便转转 这是今天的OOTD,短袖加一件衬衫,刚刚好 裤子选了一条浅色的牛仔裤,用来中和一下暗细的黑色 先来夏北泽吃个中饭 中午就开始吃大排档了 套餐的名字挺有意思的,明明是大中午,却叫做夜市套餐 三只小笼包,一碗云吞面,一份鸡饭,正好吃饱,很满足 就是希望可以多开一点这种可以真正吃饱饭的饭店 夏北泽车站的门口时不时会举办这种鼓琢跳蚤市场 挺热闹的,只不过鼓琢的质量都很一般 这件不是我去年买的密鞋跟夹克吗 逛鼓琢最怕遇到的就是这种价格比入手便宜的铜款 这边是夏北泽新建的商业设施,上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箱片 就是这个牌子的,箱子准备很多,价格还不贵 这两款皮革和烟草闻起来都蛮不错的,可以用来评提汤货的 旁边就是曾勇,马斯纳嘎,曾经是皇室专供的眼镜品牌 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无矿竞价很难驾驭 但是这个牌子的金矿真的挺友善的 下面这家是我常来的鼓琢店 今天店里上了很多Blams的死库存 看中了两件华夫格的打底,版型和质感都很不错 华夫格的特点就是唯一变形 冬天作为打底,多洗几遍也不会有事 布拉姆斯的品牌力还是可以相信的 最近发的Vlog和逛街视频感觉挺受大家喜欢的 其实视频中更多展现出来的是生活中积极的一面 压抑的地方当然有来自生活、工作 从一家10平米的样板房就可以看出 东京本身就是一座压抑的城市 在这样的生活中发现快乐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事 希望每个在大城市奋斗的人都可以苦中作乐 笑着奋斗 在这里面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事 这个是我们是吗 嗯 嗯 嗯 太好了 很好了 我们要吃 有点黑色吗 有点黑色吗 我们要吃 我们要吃 两位把你们先送上牛肉锅了 鸡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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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